1998年9月23日星期三下午 在纽约曼哈顿一栋大楼 十层的会议室里 挤买了一屋子西装革履的人 有华尔街十几家投资银行的头 还有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头 就是央行的人 这帮人可以说是有能力 影响着全球金融市场 他们如此紧急 而又如此神秘的聚在一起 居然在那儿讨论 要不要就一家对冲基金 一个民营企业 LTCM 一个包含了诺奖得主的 梦幻精英团队 也经历了连续三年 神话一般的收益率 然后突然崩塌 逼得华尔街这帮死对头们 都不得不拉起手来联合救他 甚至连央行都在出来给他擦屁股 是不是听着还挺跌宕起伏的 我觉得这里边 它那个逻辑环环相扣 真的是非常有意思 大致会涉及到一些专业的知识 不过就往期的一些留言评论 我感觉大家对这种有点专业 还有点稍老的内容 其实是挺感兴趣的 所以今天我就希望 从一稍微专业的角度 来讲一讲LTCM的事 实话是说 真的这我觉得 我讲的所有内容里边 最硬的一期 你可以把它当个故事厅 但是如果你全程都跟下来呢 你会觉得 自己又变得聪慧了 1990年那会儿 华尔街有一家非常出名的投行 叫做索罗门兄弟 Solomon Brothers 我们现在其实听说的不多了 是因为后来呢 这个公司被花旗集团收购了 这个索罗门兄弟啊 在当时业界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组 叫做固收套利组 Fixed Income Arbitrage Group 你说他为什么有名呢 那肯定是因为赚钱啊 对吧 就那么几十个人的小团队 一年就能赚上十几亿美金 占到了整个索罗门兄弟 营收的80%以上 而这个小团队的头呢 也是当时索罗门兄弟的副主席 他叫做约翰·梅威瑟 那咱就叫他梅格 可想而知 这个梅格肯定是非常厉害的 1991年的时候 梅格有一个手下 在交易的时候 因为违规操作被抓了 梅格呢 也就受到了牵连 被迫辞职 不过这一辞职啊 反而让梅格重新去思考了一下 自我的价值 他就想啊 你看我原来就带着几十个人的团队 就仰慌着你索罗门兄弟上万人啊 那我现在为什么不出来单干呢 对吧 赚的钱全是我自己的 于是1993年 梅格就建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 LTCM 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 叫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对冲基金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简单来说 就客户给你钱 你可以去想怎么投就怎么投 受监管最少的一种基金 在国内呢 就跟私募有点像 不过在当时啊 美国的对冲基金是更加的自由 梅格这回可是想搞一波大的 于是呢 他就建立了一个 史上最强的明星合伙人团队 有两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一个美联储副主席 还有几位全都是当时 他在所罗门兄弟时候 手下的得力干将 你就看看这学历背景哈 哈佛商学院教授 哈佛商学院教授 MITPSG MITPSG 冲敦政治经济学院 Master 嗯 这个Master啊 在这里边就显得格格不入 你说梅格 为什么要请这么一大堆 学术圈的大牛 他又怎么能请到 这么多学术圈的大牛呢 他的威望当然是一方面 可是更关键的呢 其实是他的投资理念 和投资策略啊 这个一会儿我们展开细讲 LTCM的投资条件 是非常苛刻的 指向极少数的 高净值客户开放 首先你钱投进去三年之内 是完全取不出来的 收费呢 也比别的对冲基金要高 它是2%的管理费 加上收益的25% 但即便是这么拔王的条款啊 还是有很多人 都抢着往梅格手里塞钱 毕竟这个团队 实在是太梦幻了 你想业内顶级的交易员 加上诺奖得主 又是美联储主席 这么一帮人 搞一个对冲基金 你就说给你 你投不投 于是啊 梅格但是轻轻松松 就拿到了12.5亿美金的 初始资本 成为了当时最大的对冲基金开放 交易之后呢 你看啊 这是他们在收取管理费之前的收益率 1994年28% 95年59% 96年57% 97年25% 你可能会觉得那么多基金 我要是按收益率排序 肯定能找着比它还高的 但是你别忘了 它的体量 数十亿美金的体量 在9596年的时候 竟然能达到50%以上的收益率 而且它不光高 还非常的稳定 咱们刚刚看见的是它每年的收益率 但实际上它其实每个月基本都是正的 真的就跟拍电影一样 LTCM真的就神了 连续几年都给出了令人瞠目结舌 又高又稳定的收益率 就这么大这么牛的一个对冲基金 整个管理的团队竟然不到200人 妥妥的就是当时的业界神话 好 关键的来了 咱们来看看它的核心策略 看看它是怎么保持的这个神话一般的收益率 它的投资理念和一般的对冲基金完全不一样 我也不看什么基本面 也不看什么新闻 我就把市场成千上万那些金融产品的价格走势 完全都把它模型化 就是建模 分析 找规律 通过去找这种纯数学的规律 从中获利 我就是要用数学战胜市场 用模型去战胜人们的非理性 那到底是怎么战胜的呢 来 咱慢慢开始要上点难度了 我来给你介绍一个他们最典型的策略 一探究竟 convergence trade 收敛交易 也有人把它叫做相对价值策略 就是relative value strategy 简称叫RV 金融市场里边 任何一个金融产品 股票 债券 一个期货 其实他们的价格波动都非常大 也是非常的随机 所以如果你单纯只买入一个产品的时候 其实你的风险是很难控制的 因为影响它价格变化的因素太多了 也很难去量化 但是如果我能找到一个办法控制变量呢 就比如说我能找到两个产品 这两个产品几乎是一模一样 那他们的价格应该也差不多 或者差距是非常非常小的 那一旦他俩的价格出现了一些偏离 那就说明市场上有一些异动 这时候你套利的机会就来了 你可以去做多那个价格低的 做空那个价格高的 如此一来 等异动慢慢消失 他俩价格回归理性又差不多的时候 你再把它一平仓 你不就赚钱了吗 就算短期内 他的价格偏离得更远了 那也没事 那我就等着 因为他总有一天会converge 就是收敛到那个价格 所以他叫convergence trade 这就好比说 有你们家楼下一个小卖店 卖两种苹果 这两个就是口感味道 什么几乎都完全一样 唯一的不同 就是那两个苹果的叶子不一样大 一个大叶苹果 一个小叶苹果 那理论上讲 他俩的价格就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有一天 这个店里的店员 不小心把其中一个价格给弄错了 比如说大叶苹果卖5块 小叶苹果卖6块了 那这时候LTCM就进来了 他就会去买那个5块钱的苹果 去做空那个6块钱的苹果 第二天或者过一会儿 店员发现疏忽 把价格再给改回来了 又改成一样的了 那LTCM就平仓 中间的差价一块钱 他就赚到了 而且整个苹果市场 价格涨还是跌 他都无所谓 因为他买一个卖一个 只要这两个的价格 又回归到一致 稳赚不赔 所以LTCM就是利用这种数学模型 去找到市场中的 大叶苹果和小叶苹果 然后从中间套利 所以几乎就是零风险 有些朋友可能就问了 咱们之前讲对冲基金的时候 提过一个非常常见的策略 叫做long short strategy 就是一多一空的这种策略 比如说我买入苹果的股票 做空微软 比如说你说这个交易 听着好像跟刚刚我们说的 收敛交易也差不多 但其实这两者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苹果和微软这边 它的相关性 其实并没有那么高 撑死了也就80% 90% 这种策略的研究 一般都是基于 要么基本面分析 要么商业逻辑的分析 而LTCM这边 它是利用数学模型 去市场上去找那些相关性 极高 比如99.9%的这种产品 然后发现它价格偏离 再进去一买一卖 所以虽然都是一买一卖 但是它的底层逻辑是不一样 那你可能就想问了 这个策略听起来 这是相当完美 那我到市场上 怎么去找到那些 两个一模一样的产品呢 这个当然就不是 我们操心的事了 这就是梅哥找的那帮PHD 每天要研究的事 他们就下载了过去5年 几乎所有产品的数据 就不同市场 不同国家 就在这里边 去找那些高度相关的配对 我给你举个例子 他们当时就找了两只股票 一个叫做Shell Transport 一个叫做Royal Dutch Shell 这两个名字虽然听着不一样 但其实他们背后的公司 投票权 优先权 都是一模一样 唯一的区别呢 就是那个Royal Dutch Shell 在标普500的指数里边 而第一个不在 而且在税收上 会有一些非常细微的差别 哎 你看 这不就是大叶苹果和小叶苹果吗 嘿嘿 当然这个Royal Dutch 在标普500里边 它流动性会更高一点 所以理论上呢 会应该有一些溢价 但是你实际的价格Royal Dutch 比那第一个高了10% 可是两个股票本身是一模一样的 不应该出现这么高的溢价 哎 他们就发现 这就是市场的异动 于是LTCM当时就进去一买一卖 总价值23亿美金的两只股票 就堵他们之后的价格 会慢慢收敛 好 咱们再来举一个债券的例子 其实LTCM做的最多的是债券 为什么呢 因为债券市场当中的产品相关性 比股票市场当中要高得多 也就是说你更容易找到那种 几乎一模一样的产品 我们知道政府 它不是会发行国债吗 就假设美国政府 它发行了一个30年期的国债 那过了一年之后 这个国债就会变成还剩29年期 那每隔一段时间 美国政府都会发行一个 新的30年期的国债 而理论上来讲 这个30年期和那29年期的 它价格应该是非常相近 几乎就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因为最新发行的 这个30年期的国债 它在市场上是一个 更通用的交易产品 所以它就会有一些流动性的溢价 就它更贵一点 我们不是说政府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新发一个 新发一个 新发一个 每当一个新的进来的时候 它前一个的价格 就会掉下去 就会趋于跟之前的 那些29年期的差不多了 就比如说当时 LTCM在市场上看到 29年期的收益率是5.62% 30年期的是5.5% 差了12个基点 就0.12% 正常情况下 这收益率应该是非常接近 几乎一样的 所以LTCM就在市场上 等着新的 马上就要发行的时候 去做多29年期的 做空30年期的 直到等着30年期的价格掉下来 赚到中间这个差价 所以这帮PHD 整天就在市场上 去找这种配对 那你想这些配对 肯定是非常机密的 一旦被别人知道 很可能就会抢先一步 把他们的交易机会给吞噬掉 所以LTCM也是格外的小心 就一般做多做空的两单 他们都分开交易 找两个不同的投行 比如说我做空这边 跟高盛交易 做多那边跟JP Morgan交易 那他俩是死对头 肯定不会通气的 那市场上就不知道 我LTCM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这个找不同投行交易的手法 还看起来是非常的高明 但是也是为市场最后的崩塌 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 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 当然这些可绝对不是 他交易策略的全部 就比如说 那个29年和30年期的国债 它虽然只差了12个基点 但是就算我把 我比如说我所有钱 我100万投进去 我等整整一年 等到他那两个价格收敛了 我也就赚1% 也就是1万块钱 当然这个算法 具体怎么算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花了那么多时间 那么多PhD 找到了一个 现在难逢的好机会 你就赚1% 你说你亏不亏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 聪明的小伙伴都知道 我需要借债 我需要加杠杆 我需要放大我的收益 但是借钱加杠杆 这个事本身就是有成本的 首先它就需要信用 你得能借着这个钱 你要是一个个人 找一个券商开户借钱 根本没人打理你 就算你是高净值客户 你也得付利率 比如说3%的利率 它再收给你5%的抵押 好 你现在去搞12个基点 最后根本就不够还你 这个借贷成本 就更别提赚钱了 也就是说 LTCM的收敛模型 它是要靠模型 去找到市场当中 那种非常细微的价格差异 然后通过杠杆 放大去赚钱 但是如果你借债成本 很高的话 就算你找到了那个差异 也没法实现最后的盈利 这就是为什么 人家LTCM可以 而你不可以 你看LTCM 有几十亿的资本 明星团队的背书 而且华尔街投行们 虽然也不知道 LTCM在搞什么交易策略 但至少知道 他们非常低风险 而且人家叫 long term capital 追求长期收益 风险也不会很大 不用担心 整天这帮树立天才 会把这个基金弄倒闭 所以他们都抢着 跟LTCM做生意 给他们最优惠的借款政策 最低的抵押政策 这就让LTCM的借贷成本 就跟当时那些 非常大的投行都差不多了 这样一来 LTCM的杠杆就能放大30到50倍 换句话说 就那1%的收益 就会被放大到30%到50% 好 这还没完 虽然LTCM有能力 加到50倍的杠杆 它长期可以保证稳赚不赔 可是短期的风险 就实在是太大了 50倍杠杆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一旦你资产波动 超过2% 那你就亏没了 就算你两个月之后 长期可以稳赚不赔 但你都不一定能 撑得到两个月之后那一天 那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方法也很简单 听起来甚至都有一点弱智 就是分散风险 就别怕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假设LTCM找到了一个好策略 它的日标准差是10% 如果LTCM把所有的资金 都放在这一个策略里边 它这个资产组合的标准差 就是10% 那就意味着平均来讲 我们投资每天都得上下波动10% 那就意味着每天一个涨跌停 你说谁受得了是吧 那现在我们假设LTCM 找到了9个不同的策略 这9个策略的标准差都是10% 同时它们又互不相关 那如果我们还是把原来资产组合 那些钱均摊到这9个策略里头 那这下子呢 资产组合的风险 就是标准差就会变成3.33% 所以你看 我还是投到那些同样风险的策略上 但是就是因为我现在分散了 我资产组合整体的风险 就降到了原来的三分之一 那如果我能均摊到100个 这样的策略上呢 那标准差就会降到1% 那风险就非常小了 你去买点什么基金 买股指期货 这种一般的每天的波动率 都比1%要高 但是只要我有足够多这些不相关的 注意要是不相关的交易策略 那我资产组合的风险 就可以降到很低 别忘了 咱们刚刚说他这些策略 几乎都是稳赚不赔的 像大叶苹果和小叶苹果那种策略 所以你的策略只要越分散 你能承受的杠杆就越高 你最后的预期收益率就会越高 这就是为什么LTCM可以做到这么强 因为他们抱团做得越大 风险就越低 就可以加更高的杠杆 收获更高的收益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LTCM才能承受高达50倍的杠杆 他当时每天收益的标准差是4500万美金 换句话说就是每天要么赚4500万 要么赔4500万 你听着好像这个数字巨大 但其实还不到他资产组合的1% 那每天波动还不到1% 这还是在加了三五十倍杠杆的基础之上 所以那些风险基本都被PHD快清干净了 就剩每年百分之五十几的净收益了 好 咱们来总结一下LTCM的策略 第一就是通过数理模型 去找到市场中那些特别微小的价格不合理 然后利用自己超低的借贷成本去加足杠杠 还有就是分散到多个不同的策略 去降低投资组合的风险 其实现在市场上很多大型的量化基金 差不多都是这么一套逻辑 但是市场上你想找那种大叶苹果 小叶苹果的配对也就那么多 所以这些套利机会其实也是非常有限的 而且你看LTCM的体量那么大 70几亿美金 你看到现在可能觉得跟一些大投行比不算多 但在那时候已经是庞然大物 市场上数一数二的体量 而且那帮PHD们就像竞选一样 已经搜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从最开始每个比较擅长的债券 到股票市场到期货市场到不拉不拉各种市场 到1997年底的时候LTCM的这些竞选 真的感觉已经搜遍了 找不到那么多套利策略了 于是他们就决定不向投资者收钱了 就说你们别给我钱了 我们已经拿不了了 甚至还向投资人发放了27亿美金的派息 就把管理规模从原来的75亿 缩减到了48亿美金 策略还是原来那些策略 但是钱又还委去了一部分 所以就相当于增加了杠杆 所以你看当时他们得是有多么的自信 但是这个策略中间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架设 就是不同的策略之间要是相互独立的 要是不相关的 才能保证这个整个组合的风险是非常低的 LTCM的这帮统计学家 就用过去5年的数据去进行回测 结果就发现 OK确实看着都不太有什么相关性 这市场上就是今天这儿波动一下 明天那儿波动一下 后天这儿波动一下 每个之间都是相互独立的 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那两个例子 一个是那个两个小的那个公司 和29年期30年期的国债 这两个就是完全不相关的 回测的相关性也确实是零 可是他们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黑天鹅事件 当市场上发生这些极小概率的黑天鹅事件的时候 人们就会变得非常的恐慌 就非常非理性 也不管什么贵还是便宜 就通通都往那些流动性比较高 风险比较低的避险资产那儿去了 这样一来 其他那些资产的相关性就会极大的增加 几乎趋近于一 我跟你说 这个现象真的是非常的神奇 就99%的时候 你都觉得市场是如此的高效 如此的有秩序 但是一旦发生一些重大事件 整个市场就会像开了个阀门一样 就比如说你听说那人哪开始地震了 所有人就会开始囤货 就冲到超市里边 不管价格就开始抢 就你也不管是大叶苹果还是小叶苹果 只要能吃就通通都买回来 所以之前你看不是黑天鹅事件的时候 那个市场是这儿波动一下 那儿波动一下 看字都不怎么相关 一旦整个市场开始发生大地震的时候 就是所有的金融资产都会一起剧烈的波动 LTCM那些专家们为什么会忽略这一点呢 就是因为黑天鹅事件的概率确实是太低了 他们用过去五年的数据去做回测 那里边并没有囊括黑天鹅事件 其实吧市场对LTCM已经是够友好了 就在大地震之前已经给了它好几次预警 1997年6月 泰国的金融体系崩塌 就导致附近的像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印尼 菲律宾 香港 韩国 纷纷陷入混乱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这就跟我们刚刚分析的一样 很多策略之间的相关性直接就逼向于一 大部分的策略确实同时都开始亏钱 LTCM在1997年下半年的收益 其实非常的不理想 但因为上半年赚的还比较多 所以整个97年全年的收益率是25% 但这个时候整个市场已经切换模式了 从原来的风平浪静 一下换到了风声鹤唳 其实LTCM那时候高管也看到了 但他们可能就也觉得太自信了 觉得这个事慢慢就会过去 这也是为什么 就97年底的时候 他们甚至还还了投资人的钱 相当于继续又加大了杠杆 那市场一看 让你跑你不跑 你别说我都已经警告过你了 你既然还不跑 那我要给你放大招 1998年8月17日 俄罗斯宣布自己的国债违约 让卢布大幅贬值 这么大的新闻爆出来 你想当时8月份 市场上大部分的高管都正在那度假 那肯定也想不了那么多了 全速进入避险模式 其实LTCM在俄罗斯国债那边 也没什么头寸 但是就是整个市场的集体恐慌 就让LTCM那些策略开始全线亏钱 你比如说那时候 他做空了美国的国债 大家一避险 哗哗哗都开始买国债 他还做空了美股的波动率 你说市场一疯慌 那波动率蹭蹭蹭往上涨 比如说我们最开始讲那个例子 Shield和Royal Dutch 这两个股票的价差 从最开始10% 一下涨到了20% 29年30年 那个国债从12个基点 涨到了28个基点 就这两个交易 就让LTCM的账面亏损 达到了上亿美金 市场震动 仅仅几个交易日内 LTCM的亏损 就达到了18.5亿美金 不过啊 如果光是这样 LTCM还是不会倒的 你看啊 虽说他亏了十几个亿 到8月底的时候 那资产从40几亿 到了20几亿 但离破产 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只要他们能撑过这一小段 当市场恢复理性的时候 价格还是可以收敛 他们还是能够赚回来的 就LTCM的团队 他们其实也不是 完全没考虑过黑天鹅事件 只不过按照他们的询估 他是觉得我们能挺过去的 但是也就是因为 他们太过于相信模型了 而真正把他们推向深渊的 依旧是人 他们千算万算 这些策略之间都没有相关性 但是他们忘了一件事 就是这些市场的参与者 是相同的 是同一拨人 LTCM玩的这套策略 虽然很高级 但是也不就他们会玩 你想最开始 我们提到那些投行 什么索罗门兄弟 高盛啊 贝尔斯通啊 他们也都有着一个庞大的部门 在做类似的交易策略 你想他们知道了 这个思想之后 他们也会寻找机会 而且他们的融资成本 也非常低 只不过呢 LTCM的体量 确实比这些投行 都还大很多 就这么三五个玩家 就占据了市场上 很大的流动性 这就好比说 现在只有你跟隔壁老王 持有小铃奶茶店的股票 那你们这两个人的 一举一动就非常重要了 假设有一天 隔壁老王手头吃紧 需要大量现金 那他就会开始抛售 小铃奶茶店的股票 那股价就会暴跌 那你就会蒙受巨额的损失 LTCM面临的情形也差不多 当时市场上 另一个非常主要的玩家 就是所罗门兄弟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所罗门兄弟的那些策略 就有些动荡 原来很多赚钱的策略 慢慢开始失效 再加上当时 他们正在跟花旗 那儿谈一些收购 当即立断 就决定要清仓自己的资产组合 你看 这就相当于隔壁老王 开始抛售了 好家伙 这下可惨了 LTCM所有的资产组合策略 基本上都因为 所罗门兄弟的离场 而纷纷开始亏钱 1997年5月 LTCM亏损6.42% 6月亏损10.14% 8月份 俄罗斯国债违约 更是加速了 其他投行离场的速度 那有些人可能就说了 都跌那么多了 那LTCM你赶紧卖呀 赶紧止损呀 但问题就在于 LTCM的体量实在是太大了 他这么个体量 在现在市场 这么个恐慌的情况下 根本没有人能接得住盘 你看 所罗门兄弟 还是在市场比较稳定的时候 都造成了那么大的波动 LTCM现在想紧急逃离 你说哪个投行能接住他的盘 于是看到自己的资产 从原来每天的震荡下跌 到现在直线下降 梅哥终于急了 梅哥现在 这主角第一次出现 他就去找巴菲特 找索罗斯开始借钱 但你想这么个动荡的情况 除非你真的给到个白菜价 巴菲特索罗斯 怎么可能就傻到出钱 然后呢 梅哥又去干了一件蠢事 我想他可能也是没办法了 他去找了高盛 What 他想让高盛帮他 高盛是什么人 高盛也是个投行 他自己手里 也有着大量这种 类似LTCM的策略 这一听LTCM快不行了 那一方面肯定先稳住梅哥 给他建立信心 然后另一面 自己赶紧去清仓 自己那些资产组合 这时候要还是不跑 等LTCM要出手了 那我这头孙就砸在自己手里了 高盛可不会那么傻 好家伙 高盛这一脉 那LTCM的处境就更惨了 你要知道这时候 其实市场上大部分人 还不知道LTCM的窘境 所以他只要能拿到足够的钱 就能帮助自己 暗暗地度过这个难关 结果我们的梅哥 他又开始犯傻 9月2号 在LTCM最困难的时候 他给自己所有的投资人 发了一封信 就说过去这几周 由于市场的恐慌 我们亏了二十几个亿 基金缩水了一半 但是 but this is the best opportunity I've ever seen 这是我见过最好的投资机会 所以你们赶紧投点先进来 现在绝对是抄底的大好时机 你说他倒是挺时尚 亏了 就确确实实说亏了 而且也知道把重点要放到说 现在是最好的投资机会 让再融资这 但就现在这个市场行情 啥子才会把钱再补给他呢 大家都能看出来 这时候你快不行了 你急需钱 那我要是给你钱了 别人都不给 那我这钱不就进去打水漂吗 所以理所当然的 梅哥一分钱也没用到 更麻烦的是 第二天 这封信就出现在了 Bloomberg的头版头条上 得 这下全世界都知道 你LTCM快不行了 好家伙 那华尔街还不是炸开了锅 各大投行都开始清仓 这种类似的套利策略 同时之前这些投行 不是为了抢夺LTCM 这个大客户嘛 就给他一些借款的优惠 什么抵押的优惠 这下好了 看你快不行了 那我得防着你倒闭 所有的保证金 都得通通给我补回来 这时候的LTCM 就一方面 他自己的投资组合在亏钱 另一方面帮他清算那些投行 都开始问他要保证金 又在向他要钱 梅哥也实在是没办法 就咬着牙 把自己那些能清的头寸 都像割肉一样的给清掉了 去换取更多的钱 因为这时候 钱才能让他有时间去续命 在LTCM最危险的时候 都为了自己保命 把LTCM财在脚底下 在悬崖边上还问他要钱 而这些都是那些PhD 在最开始的模型里边 完全算不到的 就这样一个庞然大物 LTCM在年初的时候 还有50亿美金的资产 8月份就跌到了二十几亿 而9月底的时候 就只剩下4亿美金 资产急速的贬值 就让LTCM的杠杆变得更大了 你想如果年初的时候 它是50亿美金 它市值假是1000亿的话 那是20比亿的杠杆 那现在它的资产急速下跌 变成4亿美金 假设它还差不多是1000亿的话 那这杠杆就变成了将近250倍 250倍杠杆是什么概念 就是如果资产只要下跌千分之四 那你就地破产 所以你看有些地方说 LTCM把杠杆加到很高 但其实它这个高杠杆 并不是它自己加的 而是资产的下跌 导致它被市场逼的杠杆 它加的这么高 面对这么高的杠杆 投行贝尔斯通就给LTCM 下了最后的通牒 如果你再补不上保证金 我们就会停止帮你清算 那就意味着 LTCM这所有的钱都会停止流通 这个机器就会停止运转 其实LTCM手上这些策略 真的都是好策略 真的可以说是长期来讲 稳赚不赔的 但问题就是现在市场上 所有的人都在挤兑它 这才有了我们最开始说的那一步 就是央行的人 领着一帮华尔街的头 一起在讨论 LTCM这事该怎么办 那很多人就有疑问了 你说央行 凭什么来管一个对冲基金 好就算你是基金最大理 那又怎么样 没错LTCM它虽然最大 但也就几十亿美金 央行其实才不care 一个几十亿美金基金倒闭呢 但是它担心的是另一个东西 你看啊 这就说到了我们很早之前 埋下来的伏笔 我们刚刚不是说 LTCM怕投行猜出来的交易策略 所以一买一卖 要找不同的投行去做吗 这对于它本身来讲 一买一卖风险长口可能并不高 但是这对于投行就不一样了 这就好像你找一个投行 买了很多大叶苹果 找另一个投行 做空了很多小叶苹果 对你来讲啊 一买一卖没什么的 但是对两个投行来讲 就有很大的风险长口 而且LTCM有着成百上千个交易 都连接着各种不同的投行 那时候它已经亏损了4亿美金 但是对于这些投行加起来 所有的风险长口 加起来就超过了万亿美金 所以这时候的LTCM 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基金了 它是一个中介机构 它连接着华尔街所有的投行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LTCM倒闭了 那对于梅克来讲 其实没什么 就这拜拜 see you tomorrow 我不玩了 但是对于整个华尔街 可不是那么简单 那市场就疯了 所有投行都会开始 抛售抵押物 抛售和LTCM的投寸 那整个市场 就会陷入一片混乱 这个才是央行最害怕了 这就是最开始 美联储那哥们儿 看着LTCM的投寸 真的是下出了一身冷汗 他说我不是担心 LTCM如果没处理好 市场会跌 我是担心市场 可能就不存在了 所以他就紧急 把华尔街投行 所有的投入都 召集到一个小黑屋里开会 就说咱们得救LTCM 你们都得出钱 不然你们一个个 真的都吃不了 得兜着走 这儿还有一个 挺有意思的小插曲 就在LTCM最困难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高盛联系过巴菲特 看巴菲特愿不愿意 把他买下来 注资帮助LTCM渡过难关 非常搞笑的是 那时候巴菲特 正在和他的密友 比尔盖茨 在阿拉斯加的冰面上 进行露营 那时候他们正好 要进一个山洞 山洞里呢 有没有信号 就和LTCM失智交臂 错过了一段 美好的姻缘 最终14家投行 联合注资了36亿美金 买下了LTCM90%的股份 美联储呢 为了稳定市场的情绪 第二天宣布降息0.25% 你看啊 为了就一只基金 中央银行竟然给美元都降息 美联储紧急降息 一共也就那么几次 08年10月 雷曼兄弟倒闭 就是金融危机那次 01年911事件 01年1月 互联网泡沫破裂 美股崩盘 还有就是98年拯救LTCM 之后LTCM那些原有的策略 又花了一年多 才终于清算干净 于2000年关门 梅阁呢 之后又开始了一个自己的基金 但是体量跟LTCM 已经完全没法比了 而他团队里那两个诺奖获得者呢 就老老实实回学校 就当教授了 其实我们回过头看啊 很多人批斗LTCM都说他们太激进 杠杆开得太大 但其实我觉得他们最大的问题是过于相信自己的模型了 就市场正常的时候真的是神一样的回报率 虽然你看他们三五十倍的杠杆 但整个投资组合的波动率其实是非常低的 但这些数理天才就忽略了一点 就是整个市场是由人组成的 是人就会有恐慌 而一旦出现恐慌 那就不管什么理性非理性 市场上玩家就这么几个 那些看似不相关的策略 其实他们背后有一个最大的连接 就是这些玩家 而他们又是随着你的策略变化而不断变化的 那就更像是一场博弈 你看人家高盛 这博弈就玩得很溜 甭玩好招赖招 就是好用 这就是LTCM的始末兴衰 我觉得整个跌宕起伏到 让我感觉都不像是一个真实的事 有一点令人唏嘘 但也有那么一点惋惜 还是挺耐人选味